下面这个定理我们要运用连锁率在一般的多变数函数上 假设F是以X1、X2、X3到Xn为变数的函数 而且它是一个可为分的函数 并且我们令X1、X2到Xn都是有m个变数的函数 好,T1、T2、T3一直到TM T1、T2、T3一直到TM 好,那么这个地方各位同学我们把这个n这里印错了 我们把它写成下面这个地方m 有m个变数 好的,那么这些X1、X2一直到Xn都是可为分的函数 那么这个定理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把这个X1、X2、X3到Xn以T的形式带进去的话 那么F现在就是一个有m个变数 从T1、T2、T3到TM的可为分函数 而且它的为分方式就像下面这个样子 好,我们可以对F的T1为分 做偏为分 或者是对它的T2这个变数做偏为分 或者对F的TM这个变数做偏为分 好,那么因为情况都是类似的 所以我们现在先解说一下对T1来做偏为分 好 就如同前面我们所说的连锁率一样 我们先对F的第一个这个外面的这个变数呢 X1先做偏为分 之后呢 我们乘上这个里面这个X1的对T1做偏为分 那么我们再加上F对X2做偏为分 乘上X2对T1做偏为分 再加上F对X3第三个变数做偏为分 再乘以这个第三个变数的对T1做偏为分 好 一直加到最后一个变数XN的偏为分 好 那么我们再对XN的里头的T1做偏为分 好 所以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得到F对T1的偏为分了 好 各位同学注意 好 因为F呢是一个多变数的函数 这里我们用这个符号partial F partial X1 那么X1呢 这里也是多变数的函数 所以我们用partial X1 partial TE来做符号 好 那么因为我们F呢是对T1做偏为分 所以里面的所有的这个TX1呢 X2呢 X3一直到XN都是对T1做偏为分 好 那下面我们F对T2做偏为分的时候 一样的我们对F的第一个变数 先做偏为分 然后第一个变数再对它的T2做偏为分 好 以此类推一直加到F对它的最后一个变数XN做偏为分 然后里面我们再对XN的T2这个变数做偏为分 好 所以呢 一直到F对TN都是这样子的做法 现在我们把刚刚的定理用在这个立体里面 另Z是一个两个变数的函数 其中呢 它的两个变数XY分别是三个变数的函数 UVW是XY的变数 好 那么 现在我们要求Z对U做偏为分 Z对V做偏为分 跟Z对W做偏为分 好 首先呢 我们来看Z对U做偏为分的时候 我们先对外面的这个Z的第一个变数X做偏为分 乘以里面这个X对U做偏为分 好 那么我们再加上Z对它的第二个变数Y做偏为分 乘以里面的这个Y同样的对U做偏为分 好 那么我们把这个几个偏为分写成这个样子 好 我们把Z拿出来Z是X的平方加XY的三次方 我们要对这个函数的X做偏为分 我们再乘以X对U做偏为分 所以我们对这个UV平方加W的三次方的这个U做偏为分 好 我们把我们要为分的呢 变数呢 先把画起来 好 那再加上 好 这里我们再把Z拿出来 是X的平方加X的乘以Y的三次方 好 我们要对它的Y做偏为分 那么我们再对Y的U为分 所以呢 U加V的E的W的U做偏为分 好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 把它为出来 好 好 那么这边呢 我们对X为分把Y看成常数 所以X的平方 得到函数是RX 那么X这边呢 的为分是1 1乘以这个常数Y的三次方 好 就是Y的三次方 就是Y的三次方 所以我们就得到2X加Y的三次方 好 下面呢 我们对这个函数的U做偏为分 所以我们把V跟W看成是常数 那么U对U为分 就是1 1乘以常数V的平方 好 就是V的平方 好 那么我们再加上 W的三次方的为分是0 因为W的三次方是一个常数 所以我们就得到了V的平方加0 也就是V的平方 好 那再加上 X的平方加XY的三次方 对X做偏为分 所以这里呢 X是常数 好 所以 这个X的平方呢 一为分呢 就得到了0 好 常数为成了0 加上 这个常数乘以 Y的三次方的导函数 就是3Y的平方 我们对Y为分 好 所以我们就得到了3 乘以X乘以Y的平方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对U加V的 V乘以1的W次方呢 的U来做偏为分 所以我们把V跟W看成常数 那么这里1的W次方 就是一个常数 乘以常数 还是整个是常数 好 所以U的为分是1 那么这边呢 为分是0 所以我们就得到了 1加0 就是等于1 好 所以这边Z对U做偏为分呢 我们得到下面的这个函数 好 在这边呢 你如果需要把这个Y啊 还有X的这个以UVW的形式 把它代入 也是可以的 好的 那么因为现在呢 我们把代入就会变得看起来太复杂了 所以我们就这样子写 好 那么下面我们再对Z的V 来做偏为分 首先我们对Z的X做偏为分 好 那我们把它写成X的平方加X的Y的三次方 这是Z Z的X做偏为分 好 那么接下来呢 就对里面的这个X呢 的V做偏为分 那里面这个X是UV的平方加W的三次方 所以我们对它的V来做偏为分 那么 现在我们来对Z的Y做偏为分 也就是啊 对这个X的平方加XY的三次方的Y为分 那么X平方是常数 好 那么 呃 待会儿我们再为 那现在呢 呃 再对这个Y的V做偏为分 好 所以我们把Y写出来 好 我们将要对它的V做偏为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一个个表它为出来 好 那这边呢 呃 2X的 好 尾分 对X尾分 我们得到2X 好 加上呢 好 这边 呃 X是变数 那Y的三次方是常数 所以X微分以后是1 1乘以这个Y的三次方 就是Y的三次方 所以我们就得到了2X加Y的三次方 好 那下面这个函数我们要对V 好 微分 所以U跟W是常数 好 所以U乘以2V就是这边的2UV 那么再加上W是常数 所以它的三次方也是常数 所以微分以后是0 好 所以我们就得到了2UV 好 那在下面呢 我们要对X的平方加X的Y三次方呢 的Y为分 所以X的平方为成了0 它是常数 好 再加上这个常数 对啊 X啊 对Y为分 所以这边X是常数 好 所以我们就乘以3Y的平方 好 所以就得到3XY平方 好 那下面呢 那下面呢 我们要对这个函数的V这个变数 为分 所以U跟W呢是常数 所以U为成了0 加上V的为分是1 好 乘以这个常数1的W次方 所以我们就得到1的W次方 好的 好 最后呢 我们对Z的W为分的时候呢 Z先对X为分 X再对W为分 再加上Z对它第二个变数Y为分 再乘以Y对W为分 好 那这边呢 我们把它一个一个函数把它写出来 我们现在来开始为分 好 所以Z就是X平方加XY的三次方 我们对它的X为分的时候呢 跟刚刚一样得到了2X加Y的三次方 好 那这边呢 我们对W为分 那么U跟V的平方就是常数 常数为成了0 好 加上这个3W的平方 所以我们就得到3W的平方 加上呢 这边X的平方叫X的Y的三次方 对Y为分 刚刚已经为过了 所以是3X的Y的平方 好 那再下来 我们就对U加V乘以1的W次方的这个W 这个变数为分 那这里呢 U跟V是常数 所以U为成了0 好 那这边常数V乘以1的W次方 乘以1的W 所以我们这边就有V乘以1的W次方 好 这样子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个三个这个偏为分 对Z对U对V对W为分 求出来了 好 下面这个例题呢 我们同样的对Z 根号X平方加Y平方 是一个两个变数的函数 那其中呢 这个X跟Y呢 分别为UVW的这个三个变数的函数 同样的我们要求Z对U对V跟W做偏为分 好 那现在我们同样的把我们的连锁率写出来 好 首先呢 我们要对Z的X做偏为分 好 第一个变数X做偏为分 好 在乘以里面这个X对它的U来为分 好 记得这边我们是要对U为分 所以同样的 好 我们对里面的 好 函数XY为分 所以也要对U来为分 好 所以我们把X写下来 就是V加U乘以cosW 好 那再加上Z对Y为分 所以我们把Z做偏为分 对Y做偏为分 那这边呢 Y对U做偏为分 好的 那我们现在把它围出来 好 那首先呢 我们来看X的平方加Y的平方 开根号 在这里呢 它是一个合成函数 外面是扩乎二分之一 这样子一个函数 所以我们把次密二分之一拿下来 然后次密减一 里面X平方加Y平方照超 好 外面为完呢 我们为里面的这个X平方加Y平方 记得我们现在是对X 对X这个变数来为分 所以呢 把Y看成常数 好 所以Y平方是常数 好 那所以我们就得到了 X平方对X为分 就是2X 加上这个常数的为分是0 所以我们就得到2X 好 那么这个部分我们为完了 好 现在呢 我们来看 我们刚刚为完的部分是这个部分 好 好 那现在我们来为 好 这个部分 好 那U 现在是我们要为分的变数 所以V跟W呢 好 我们就把它看成常数 那常数V为分以后是0 好 这边是0 好 那么 加上 U也是 这边U是变数 所以W是常数 所以cosinW是常数 常数乘以U的导函数是1 所以1乘以cosinW 好吗 好 所以我们就得到0加上cosinW 就是cosinW 好了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之后我们再对 这个Z的Y做偏尾分 同样的呢 同样的呢 这是一个合成函数 我们把次米拿下来 次米减1 里面招超 好 然后呢 我们就对里面的这个Y做为分 好 所以X平方为成了0 好 加上这个2Y 就是2Y 好 那下面呢 我们来对最后一个这个U加V乘以sinW的U来做为分 好 那么现在V跟W是常数 所以为成了0 所以U的导函数是1 所以我们1加0就是1 好 所以就1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它划减一下 好 划减一下就得到下面这个函数 好的 那我们接着呢 来对这个Z的V这个变数做偏尾分 所以Z对V做偏尾分的话 那么我们先对Z的X为分 再对X的V为分 Z对Y为分 Y再对V做偏尾分 好 那我们现在 把我们的X跟Y跟Z写出来 然后分别的现在来为分 好 所以首先呢 我们对Z的X为分 好 这里跟刚刚上面一样 是1 2X的平方加Y的平方 负2分之1 外面的为分乘以里面的为分 里面的为分 现在我们对X 为分呢 跟刚刚一样是2X 这个部分呢 其实在上面 我们已经为出来了 好 各位同学先来看一下 这个partialZ partialX partialZ partialX 这是一样的东西 就如同这边partialZ partialY 是一样的东西 所以这里我们事实上不用再为次 就把刚刚我们的结果给它超过来 就可以了 刚刚的结果 超过来就可以了 所以剩下的就是要 为这个部分跟这个部分 好吗 好 所以我们再接着看下面 好了 这边我们V加U乘以cos W 我们要对V做偏微分的话呢 那么U跟W是常数 所以这整个是常数 为成了0 它的微分就是0 V的微分是1 所以1加0就是1 好 那这边呢 我们要对V做偏微分 所以U跟W是常数 那么U的微分就是0 好 那W是常数 所以sin W是一个常数 常数乘以V的导函数是1 所以1乘以sin W就得到了sin W 好 接着下面呢 我们就把它化解一下 就得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函数 好 我们继续的往下面看 我们接着要对Z的W做偏微分 所以Z对它的第一个变数X先为 然后再为里面的这个X对W做偏微分 之后呢 再加上Z对它第二个变数Y做微分 然后外面为完了 我们为里面这个Y对W微分 好 同样的刚刚这个partialZ partialX跟Z对Y微分呢 已经求出来了 所以我们就 把上面的结果把它超过来就可以了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要对剩下的这个部分 然后跟这个部分来微分 好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现在要对W微分 所以V跟U是常数 V微分就是0 好 就是0 好 那么加上这个cos 加上这个u u是常数 先乘在一边 cos的导函数就是负sinw 所以我们这边有负sinw乘以u 负sinw 就是cos的微分 好了 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这个部分 u加v乘以sinw 我们要对w微分的话 u跟v一样的 是常数 那u微分就是0 那么加上这个v这个常数乘以sinw的 尾分就是cos 尾分就是cos 好吧 所以我们就有v乘以cos w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它稍微的化解一下 就得到了 好 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好 所以刚刚这前面两个例题呢 都是外面函数是两个变数的函数 里面的函数呢 是三个变数的函数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下面这个例题呢 好 这个例题呢 外面函数有三个变数 里面呢 u 好 这边改一下v还有w 都是两个变数的函数 所以呢 我们现在把两个变数的函数 带到这个三个变数的这个函数里面 所以这个z呢 现在变成了两个变数的函数 z变成了以x跟y为变数的函数 所以我们现在要分别对z的x跟z的y做偏微分 好 首先呢 我们来对z的x这个变数为分 好 所以我们就把z的第一个变数拿出来做偏微分 再乘以u对x为分 好 加上z对它第二个变数v为分 再乘以v对x为分 再加上z对它的第三个变数w为分 再乘以w对x为分 好 那在这边呢 我们z是对x为分 所以里面的u v跟w都是对x在做偏微分 好的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看一下下面 这个地方呢 我们把z写出来 对它的u为分 u写出来 也就是x加2y 对x做偏微分 好 然后这边呢 z还有v 还有z跟w把它写下来 好的 那我们现在来对第一个这个函数 ln u的平方加v的平方加w的平方的u来为分 那么我们对u为分的时候 那么我们对u为分的时候把v跟w剩下这两个变数呢 看成常数 好 那么这里是一个合成函数 外面是ln这个自然对数 好 里面是被带入了u平方加v平方加w平方的这个函数 所以我们先为外面再为里面 外面ln的导函数就是u平方加v平方加w平方分之一 那之后呢 我们再为里面 里面我们对 记得对u再为分 所以2u 2u成在后面或者放在上面 好 那v的平方跟这个加成w平方 因为它们是常数 所以为成了0 好 所以我们就得到了2u 好的 那么我们再乘以后面这个x加2y对x为分 好 所以2y现在是常数 剩下这个变数是常数 所以x的为分就是1 好 加上这个常数的为分就是0 好 所以1加0就是1 好的 那我们现在再接着看下面 好 那我们现在为的部分呢 就是这个部分 好 乘以这个部分 好 所以我们现在先看这个部分 好 我们要对这个函数的v做偏为分 所以u平方跟w平方就是常数 好 好 这是一个合成函数跟刚刚一样 好 那么 好 这个外面的函数导函数就是u的平方加v的平方加w平方分之一 里面的为分呢 就是0加上2v加上0 所以我们就得到2v 好 这边是2v 好 我们把它稍微改一下 好 这个为完之后呢 我们要对后面这个为分 那这边我们对x为分 所以y是常数 所以2x的导函数就是2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要对这个部分来做为分 所以一样的 我们把这个ln先做一个为分 外面的为分就是u的平方加v的平方加w平方分之一 那里面呢 好 这边呢 这个外 写错了 应该是w 对w 对w来为分 所以我们对w为分的时候呢 u跟v是常数 所以为成了0 好 所以里面就是2w 好 这边是w 好 把它写成w 可以吗 好 好的 那这里为完了 为完了 我们再为里面这个 w 也就是2xy对它的这个x来为分 好 所以我们对x为分的时候呢 2y是常数 放在一边 那x的导函数是1 所以2y乘以1就是2y 好 所以这边呢 我们就有2u加上4vr的44v 加上4wy 除以u的平方加v平方加w的平方 好的 好的 接下来呢 我们对z的这个y做偏为分 所以我们z 先对u做偏为分 u再对y做为分 那么 加上z对它第二个变数v为分 v再对y为分 加上z对它第三个变数w为分 w再对y为分 好 那么我们把z z跟u vw写下来 好了 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为分了 好 首先呢 我们来为这个部分 也就是 ln u平方加v平方加w平方 好 这个部分呢 前面我们已经 有它的结果 我们把它抄过来 好 抄过来 上面已经为过了 抄下来 好 那么 这个部分就为好了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为这个部分 好 这个部分呢 就是 对y为分 x当成n x 当成常数 所以 0加2 就是2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对 这个部分为分 刚刚前面这个部分呢 我们已经有它的结果 从上面呢 我们知道它是2v 好 这也是v 除以u的平方 加v平方 加w平方 好 现在我们只要对这个 2x减y的y 为分就可以了 那2x是常数 所以为成了0 好 那负y 它的为分是负1 所以0减1就是负1 所以这里我们就有负1 好的 那现在呢 好 这个部分呢 上面我们已经为过了 好 就是2w 好 除以u平方 加v平方 加w平方 好 这边是2w 我们把它稍微改一下 嘿 好 这样改好了 那我们就说 接下来啊 我们要对2xy的y为分 好 对y为分的时候呢 2x的常数 好 所以呢 好 我们就成一个常数 2x乘以1 好 y的导函数是1 好 所以就得到2x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这个 化解一下就好了 这边是2的4u 好 那这边是负1乘以2v 就是负2v 好 那这边是2的4xw 好 4wx 好 那这题就这样子结出来了 好 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函数 它外面呢 是三个变数 那么里面呢 这个uvw又分别是两个变数 而x跟y的函数 好 那么我们在做偏微分的时候呢 z先对它的第一个 u再对v再对w为分 好 然后里面这个u跟v跟w呢 看我们要对谁为分啊 就都共同的都为同样的这个变数 好 这题就结出来了 下面这个例题里 我们令w是以xyz为变数的三个变数的函数 那么xyz呢 他们呢 分别也有三个变数 也就是rs跟t 所以现在我们要对这个外面这个w的里面的rst来做偏微分 好 首先呢 我们把这个公式写下来 好 我们对w的第一个变数x做偏微分 乘以x对r做偏微分 加上w对第二个变数y做偏微分 再乘以里面这个y对同样的这个r做偏微分 加上w对第三个变数z做偏微分 乘以z对里面的这个r做偏微分 好 那么我们把我们的w写下来 好 这边 跟我们的x 好 y 这边y 跟z 好 写下来 之后呢 我们现在就来一个一个的把它位出来 好 首先呢 我们来看 4x加y的平方加z的三次方的这个x做微分 所以我们对x微分的时候呢 y的平方加z的平方就是常数 微成了0 所以4x的导函数就是4 好 第二个呢 我们现在来对e的r乘以s的平方来做微分 这边我们对r做微分的时候 把s的平方看成常数 好 那这边呢 1的r的s的平方是一个合成函数 所以呢 我们先对外面的这个e做微分 1的rs的平方 微分是他自己 然后呢 我们对里面的这个rs的平方的r做微分 所以r的微分是1 1乘以常数s的平方 所以我们得到s的平方 这样子 这个部分我们就微好了 再加上我们对这个函数的y 好 做微分 那么4x跟z的三次方都是常数 所以我们就得到了2y 好 好 接下来呢 好 我们为下面这个部分 好 ln的t分之r加s的r做偏微分 所以s跟t都是常数 好 那这边呢 有一个以r为变数的这个ln这个函数 是一个合成函数 所以我们呢 先对这个外面的ln微分 ln的微分就是 这个t分之r加s分之1 也就是它的导数 把它导过来 所以是r加上s分之t 之后呢 我们再对里面这个t分之r加s做微分 好了 这里呢 我们可以把它看成t分之1 乘以r加s 所以这个地方t是常数 s也是常数 我们对r做微分的时候 我们就得到1加上0 也就是1 1乘以t分之1 就是t分之1 所以这个部分也为好了 好 那么现在 接下来我们就要对 这个w的z做微分 对z做微分的时候 然后我们把x跟y平方看成常数 所以我们就得到3z的平方 好 这个部分也为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为最后的这个 z也就是rst的平方对r微分 对r微分的时候 s跟t平方是常数 所以常数乘以r的导函数就是1 好 所以就是st的平方 好 这样子就微出来了 所以w对r微分的结果 好 就出来了 好 那下面呢 我们接着把这个 再做一个整理 好 所以就得到了 下面这个式子 好 好 下面呢 我们来对w的s做偏微分 所以w对x w对y w对z 之后呢 里面乘以x对s y对s z对s 做偏微分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把这个 所有这些w 大家挤下来 也是4x加y平方 加z的三次方 这边也是一样 好 这里也是一样 好 那xyz分别是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 跟这个是z 好 所以我们现在一项一项来围 首先呢 我们来看 这个部分 4x加y平方 加z的三次方 对x 做偏微分 所以r的平方 加z的三次方 是常数 为乘了0 4x导函数就是4 好 这个地方围完了之后呢 我们来围下面这个部分 也就是这个 函数1的 r的s平方 对s为分 对s为分的时候呢 我们把r看成常数 那这边 e的r的s平方 就是一个以s为变数的函数 它是一个合成函数 所以呢 我们就 先为外面再为里面 外面是1的r 乘s的平方 照超 里面呢 我们对这个rs的平方 为分 记得我们对s为分 所以 2s是它导函数 再乘以前面的r 所以我们得到2s乘以r 也就是2rs 好 这个部分围完了之后呢 现在我们来围 下面这个部分 下面部分 其实上面呢 我们也已经围过 所以我们把它 抄起来就可以了 好 也就是我们对y为分 我们得到ry 好 那么在这边呢 我们要对ln的 这个函数的s 为分的时候 我们把r跟t 看成常数 好 那这边就是一个 以s为变数的 合成函数 那么我们先对外面的 ln为分 就是把里面的导数 写出来 把它导过来 所以r加s分之t 那里面的 这个部分呢 因为我们对的是s 在为分 所以r跟t都是常数 所以这边呢 我们相当于有t分之1 乘以这个r加s 是不是 好 所以对s为分的时候呢 好 我们就得到了1 好 这里是1 r加1 好 这个r呢 为成了0 好 0加1是1 所以1乘以t分之1 就是t分之1 好 所以我们这边就得到t分之1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对 这个部分来为分 这个部分呢 为成了3z的平方 好 3z的平方 好 那接着呢 我们就对后面的 这个函数 rst的平方的s为分 对s为分的时候 r跟t的平方 是常数 那s为成了1 所以1乘以r乘以t的平方 好 就是后面的这个rt的平方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把它整理一下 把它乘出来 就得到这样子的结果 好 这样这边t跟t消掉 是不是 好 好 这样子我们就得到了2y除以r加s 好 这样子我们的答案就出来了 好 下面呢 我们对w的t为分 也是我们对w的x先做为分 再对y做为分 再对z做为分 那里面的一层呢 我们就对这个x的t y的t跟z的t做偏为分 好 那么我们同样的 把这个 我们的函数呢 wxyz 好 都写出来 然后之后就可以开始为分了 好 那下面我们看 刚刚这个部分呢 w对x为分就是4 好 那这个部分呢 t现在是 对t来为分 好 所以呢 r跟s平方都是常数 所以这整个东西是常数 常数以为为成了0 好 那后面的这个部分呢 对y为分就是ry ry 这刚刚写过了 好 那这边我们对t为分的时候呢 r加s是常数 好 所以这边有一个以t为变数的函数 我们先对 这是个合成函数 所以我们先对外面的ln为分 所以我们把里面的这个导数导过来写出来 好 那么我们就有r加s分之t 好 之后呢 我们要对t分之r加s来做为分 现在我们对t做为分 所以r加s呢 是常数 好 所以我们把写成r加s的t的负一次方 这样子的话呢 r加s我们先摆一边 然后对t的负一次方为分就可以了 t的负一次方导函数是负的次密拿下来次密减1 负的t的负二次方 乘以r加s就是这个东西 好 那么之后呢 我们再对后面这个w的z做为分就得到3z的平方 最后我们对rst的平方的t做为分 t做为分的时候 然后我们得到2t乘以这个常数rs 所以就得到2rst 好 那之后呢 我们把它化解一下 那在这边呢 我们的r加s跟r加s可以消掉 好 所以这边就得到负的2 负的2y的一次方 乘以t的一次方跟负二加在一起 1减2是负一次方 好 那这边23得6 后面乘起来就可以了 好 那这题就解出来了 好 所以这题跟前面的立体不同的地方是 我们外面这个w的这个函数呢 是三个变数的函数 里面的这个xyz呢 也分别为三个变数rst的函数 好